先休息一會 之後就投入備戰亞維的工作 他會直接拿到代表香港的資格 之後他會和習分隊一起練球 卓總最後會缺選包括他在內一共四個人到多哈參賽 之前有選人的問題曾經鬧出風波 港隊的備戰時間會比以往少 當然如果有多點時間會好一點 但現在其實都算不錯了 還有幾個月 還有大家的默契都沒有問題 現在而已 我們合了這麼多年 應該操幾個應該可以進步 可以了 世界錦標賽四球二十七輸給英格蘭的艾頓 未來再進一步入決賽 但已經是力氣力最好的成績了 不過令傅加進感到滿意的 並不單止是賽果 最滿意的就是防守最多的獲得 一直以來都是自己的獲得 就是可以入到四球 終於一個原因就是防守最多 防守有進步 因為傅加進接受新教練 以前世界冠軍基夫斯的指導 賽後他的世界排名預計會上升到第二十二位 他希望下一個賽季 能夠突破個人最高排名 第十五位 第一屆環湖